不能够做这个做空 这个很重要 很多人修行的就是看经书上都说 看破红尘了 四大皆空了 然后就错解这个金刚经讲的话 清经讲无言而必失声音都没有了 一切无到底 就做这个空经 这也是一个岔路 误区 我们修行是离不开相 知道相无自信 刚才讲得很清楚 知道相是幻化的 只是不着相 一切修行都是离不开相 离开的相哪里怎么修 实实地观想观修 打坐 没有一刻离开相 其实我们奇妙用 真空妙有 这个妙有就是相 一切有都是相 真空妙有是不能分隔开来 你不能说真空 真空就什么都没有 其实不是的 真空恰恰就是妙有 利用一些相来修行 这个你们要好好的去体悟 千万不要着空境 因为空就解脱生死了 这是颠倒的 这个就是一般着空的人 就是到无色解去 无色解天 他就着在这个空上 不出来 这个阿罗汉呢 他的着的那个 他还不是完全无色解的 阿罗汉他是 他是超越这个轮回的 超越轮回 因为他入涅槃 他就是心不动了 他还不是空 心不起 这个贪身吃一慢 他就安住在 那种无我的境界里面 他还是有个相 当然他有他的涅槃相 阿罗汉 他就有自己的境界 也是有相 只不过是他的相 不是三界的相 无色解那个众生 他就是他那个相 就是空相 他就着的那个空境 那个空的境就是相 阿罗汉 来吧 你 你 我 你 感谢观看